不要太靠近了 你要有聽到鐵皮屋的聲音 那就是在變形 巨紅色火蛇不斷冒出 整個鐵皮廠房都快承受不住高溫 大片濃煙瞬間笼罩蔚藍天空 消防人員貨爆之後 出動大批人力前往 更使用破壞器材 看到鐵皮順利被破壞了 這一批人進到裡頭灌救 但廠房已經燃燒 物品複製一具 業者趕到現場 癱瘓在地 嚇得眼淚流個不停 台南知名電風扇工廠 十八號產出注容意外 由於裡頭 存放半成品等易燃物 火勢燒得猛烈 從空拍畫面看濃煙密布 好幾公里外就能看見 相當驚人 那個股市跟農業相當的大 因為現場的水不足 所以立即加派 幸好這回是假日 每人上班才沒有釀成傷亡意外 但損失多少還有怎麼燒起來的 都還有在進一步調查釐清 火勢新聞台南總 哈囉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 所有工作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